我们谈过恋爱之后就结婚进入家庭生活 闲挂之后变横 这个横字说起而跑 这边是个太阳日出日落 白天黑天 太阳照常升起我心永恒 不忘初心方则始终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卦象把它压缩之后 那就还是个水 那坎 就是说 第一它是流动的善变 所以你要横 第二 这个水是有 温柔似水柔情似水 是有情的 所以说 在家不能讲理 要讲情 那你说不对啊 它更多的讲的是一种无形 它是变动的 活等粒子态 不用说 那水也是液体固体气态 那你说积木 就有情了吗 只是它善于抓得到 这个阴 包阳 这种一般都是感情的挂 同时阴都在外面 尤其在上面 这个比闲挂的阴还要多 就是越到上 越是阴的东西 物质 现实 这个 就感觉格局小了 是吧 因为就家里那点事儿 但是还是很难 上面 震 下面是风 是雷风 风雷涌动 不停在变化 很难保证这种常态 就要 恰恰 这个就让你恒 然后 我们具体的 猜解 恒 无救 立真 六有幽 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 不好 刚刚开始 我们正在日上 立于 实现自己当初的 这个想法 当然你要做到这个 做不到它是相反的 那初六 均恒真凶无有力 就说 你这个 我想 是吧 光想 相处以沫的生活 我也能过 海湖湿烂 浪迹天涯 你光想 还没有做 这是前往无用 刚刚开始 你想 没有结果 告诉你了 没有 不好 凶 然后毁亡 这个其实已经开始 付出行动 正常的生活 它居于中卫 我们 即使有不好的 也能马上说回来 保持中道 羊 也付出行动 很主动 然后 第三有 这个就比较麻烦 不横其德恶 或成之修 真令 就说 羊你本来是行动 而且它九三又在 第三位 又是羊 当位 怎么就不好了呢 首先 首先 这是个前挂 中间 然后它在其中 上面 下面都有 感觉好像失去了点方向感 同时 这个 九三摇 在前挂里面 我每一挂都可以归属到前坑二挂 这摇词是 终日前前吸体努力 就是每天我要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那 就是说 它这个劲头是非常足的 一直这样呢 没有阴 光是羊 好像缺乏了点包容性 有点 过于直男的 尖酸刻薄 也难免 所以说 格局反而小 九四呢 你这个 获决于怨 我们前挂的讲 就天不勤 还是没有着 因为我 所以男生老是向外出去 向那个 他 没有一个 结果 这个恒 到什么时候是个童呢 田木琴 恒气得 妇人吉 夫子雄 因 它是配合的 我们讲主办关系 这个 妇人我们知足 这个 踏踏实实的 推手一点 还是很好的 那男人就不注意了 上六 说老是横一点都不变 没有成长 凶